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昨天那个159节课的答案是什么呀 很好选吧 159那个答案呢 哪个句子是7分的 It doesn't require me to travel to physical stores 是这个,第一个句子啊 It doesn't require me to travel to physical stores 它只是少加了一个s 能明白吧 第二个句子肯定不对 因为在这边多写了一个is It does not require me 这哪对啊,应该是 It doesn't require me 然后呢,第三个句子 It doesn't少了一个单词 少一个单词很重要啊 这一下就6.5分了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我们讲解内容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 一个语法错误毁了你的写作7分 就是讲这个少单词的情况 lesson160了啊 昨天我们讲了什么样的语法错误 需要去忽略 没有看昨天那个课程的一定要去看 这样可以帮助你真的去提高你的复习效率 好,今天我们就讲这一个语法错误 毁了你的写作7分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这语法错误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 你为什么少不了7分呢 因为你少写了词组里面的单词 我再说一遍 因为你少写了一个单词 所有少写单词的错误 只要出现了 全部都是6.5分 因为我们是分析了建桥书后面 所有的考官范文 我们发现考官范文就这样一个特点 所有6.5分的文章 它的评语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少写了单词 你明白吗 就是我看了懂你的文章 你的文章非常有逻辑 但是你少写了单词 所以在语法下的时候 肯定是6.5分 毫无例外的全部都是6.5分 所以单词很 就是你不要去出现说 而且它很多样的错误都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词组里面少了建词 这是第一种你少单词的情况 第二种就是单词在句子中 做主干成分的时候 你这个主干成分的单词没了 能明白吗 比如说 我说I love you 你写成了I you 当然你们不会这么脑残 会写成I you 但是你们会出现 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 It doesn't require me to travel to physical stores 你写成了It doesn't travel to 你没有写那个requare me to 你们一般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都会写错少写单词 好我们看几个 6.5分考官是怎么样去评价的 剑桥8的test4 task2 6.5分 考官的评语就是 有语法错误和什么呢 omissions 就是你忘写了一些单词 就是漏了一些单词 但是并不是非常频繁 这是6.5分的 比如说这样一个句子 你看上去和我们昨天那个7分 但你看7分的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个是 people are opting a fast food restaurant meal rather than a simple home cooked meal 应该是 opting for 对不对 他少写了一个借词 for的那个借词 这个居然是6.5分 因为他没写全 懂了吧 好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task1的 评语也是一模一样的 写来是 there are grammatical errors and omissions omissions这个词又出现 就是你遗漏一些东西 好我们看这个句子是怎么样写的 他说 all in all there are white differences in house prices between the five cities 也就是说 五个城市之间呢 它比较的是房价 都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区别 which illustrated in this chart 是不是which 前面这些东西 应该是 这些 这样一个现象 was illustrated 对不对 它少了一个b动词吧 这篇文章就这样评的 最后是6.5分 多惨呢 能明白了吧 这种错误你要是出现了 你简直 这样为什么拿不了6点 拿不了7分了吗 同学们 你少写了一个单词 你自己都没有任何意识的 多惨啊 所以你们如果想拿7分的话 一定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 ABC词组在你背诵的时候 一定要准确 不要少借词 比如说我们说 be equipped with knowledge and skills 你每次都写 be equipped knowledge and skills 马上6.5分了 能明白吗 好 第二个 inspire us to do something 你写成了 inspire us to do something 6.5 再往下 enhanc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你写成了 enhanc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个词组里面少了借词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会改变 听好 如果少了借词的话 因为借词是表示方向归属感的 你方向归属感都错了 都没了 你上哪对决啊 同学们 会影响考官去理解你这个词的意思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不要少写句子成分 一个单词都不可以 因为就像我刚才那个例子 原本是一个被动语菜 be illustrated in the chart 你写成了illustrated 主被动都错了 那这个句子是不是意思又错了 所以就是说6.5分的错误就是 因为你少写一个单词 尤其是主干成分 马上就会让别人就会觉得 你这个句子的意思 我看得懂 但又不是特别懂 这就是我们之前采访考官的时候 他说 那有些学生的句子 我一看 我看得懂 但是我不是特别懂 我就会给6.5 就会出现在这边 少写了一个单词 明白吗 我再重复一遍啊 借词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句子的主干成分很重要 好 下面一个 有些同学说老师不要7分 我只想上个6.5分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给你讲 你为什么上不了6.5分 影响你6.5分的错误 和影响7分的稍有点不一样 就是你上不了6.5分 是因为你句子错的太多了 超过50%的句子都是错的时候 你就是6分了 能明白吗 我们看了几篇是6分的评价 它都是这样评价 它说 比如说这个箭桥5的这个评价这样 a range of structure is attempted 和你句子的多样性没有任何关系 你句子很多样的说 但是 always 他说 however meaning is very 他说 不对 but not always with good control of punctuation 再听好 他说 你并不是总是表现出来 你语法是没有错误的 准确度不够 好 那你肯定会讲说 老师这个not always到底是多少 所以我帮你们做了一个统计 我把每篇6分的文章 全部都拿出来去分析了一下 虽然我们这些课很短 但是真的我们花了好长时间去做它 我们做了一个分析 大概是50%以上 比如说这个开头 写了4句话 有3句话都是错的 然后再往下看一下 你们听音频的同学看一下视频 body1 这个body1写了8句话 有5句话都是错的 然后再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body2写了8句话 有5句话 全部都是错的 我们只看一个body1 但你看一下 其他同学去下载一下课件 课件就亏了 万一万前面写都没有问题 前面两句话都是对的 我们从第三句话开始出现错误了 第三句话它写的是 为证明这一点 It is popular to have a tutor who come to student's house 应该是combs吧 应该是第三层单数吧 加s 你会说老师 昨天你不是说这个错误不重要吗 但是人家说的是 拿7分的那些同学的话 人家只出现了2到3个 他这个考6分的 妈的5-6%都是错的 我们再往下看 他说 studying with to student's house to teach actual pieces of study with charging a lot of money 应该是 别人是去 找你要好多钱的 应该是charging 他写的是paying 这个是错了 再往下的时候是 另外一个错误 他写的是 下面一句话是对的 隔了一句话 下面一句话又出现错误了 他每隔一句话都出现一个错误 fizermore during the vacations students study abroad to learn english for a month instead of 是一个介词吧 后面是不是应该加动词ng revising 他写的是revised 好 再往下一句话 又错了 if they have experiments such as studying abroad experiments 是不是应该写成experience 然后such as us 是一个介词 后面应该加是studying吧 动词ng吧 他写了一个圆形的形式 再往下还有一个错误 应该是big school for school exams 他写的是exam 然后再往下隔了一句话是对的 最后一句话又错了 所以你会看这个学生 每隔一句话都出现一个语法错误 每隔一句话都出现一个语法错误 好 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得6.5分的同学们 八个句子五个都是错的啊 所以还有他开头四个句子 有三个都是错的 我要看这个疯了 给了个5.5分了 还不错的给了6分 因为他没有写跑题 好 所以这就是 你为什么上6点 上了6.5分啊 语法就是 虽然没写跑题 但是你超过50%的句子都是错的 那你怎么 怎么才可以拿6.5 不大可能啊 好 我们最后来去 给你做一个小总结啊 就是 如果你想拿7分同学们 如果你是想拿7分的话 记住你的句子里面 就是不可以少单词 你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少了单词啊 拿出去砍了 少了单词是不行的啊 不有趣的这种问题 好 如果你想拿6.5分的话 你只需要保证 不跑题 你的句子是对的就可以 好 复杂句不需要写很多一些 比如说两三个复杂句就可以了 明天会给你们看一篇文章 看一篇文章 我们就会重点讲解一下 到底需要多少个句子 复杂句 可以拿6.5 多少个复杂句 可以拿7分 明天我们就讲句子的多样性 今天我们讲准确度 对不对 语法的评分标准 包括两个 一个是多样性 一个是准确度 所以明天的时候我们来讲解一下语法的多样性 让你有一个数量的概念 这样不会出错啊 好 我们做一个小测试啊 多项选择题 我下面这四个句子 你挑出微信公众号的同学 挑一个2 挑出两个正确的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 你出现了五个语法错误 没有写界词 好 语法准确度是7分 第二个就是 你出现了五个语法错误 两个没有写界词 三个是第三人称单数 没有加s 语法准确度是7分 好 第三个就是 50%的句子都写错了 语法准确度是6.5分 好 第四个是 50%的句子都是简单句 五个语法错误 语法准确度是6.5分 好 我们来 我们来去 所以整个就是这四个 你会挑这是一个多项选择题啊 也就是说你可以选一个 也可以选两个 好 看一下你选一个还是选两个啊 好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的免费课程是在微信公众号 亚斯利人这个微信公众号去注册的 网络版本的课程 任何地方全部都可以收看 我会去给你讲解 我是怎么样 16天获得写作7分的 然后呢 免费课程全部都是在我们的网站 daily lessons 页面 kisslts.com 很好记 kisslts.com 第三个就是 如果你想去保证自己在两个月内获得7分的话呢 关注一下完整版本的课程 我们也在微信公众号上面 然后因为完整版本课程有所有的ABC词组 就是我刚刚跟你说 你为什么稍写借词啊 因为词组不准确嘛 完整版本课程是包括所有的ABC词组 100个考试真题 几乎每次都可以命中真题的 最主要的就是啊 你可以去学会怎么样去灵活运用这些词组 碰到一个新题的时候 可以去挑选出来准确的ABC词组 还有一个就是担心语法错的同学 你说有些时候老师我此组会了有可能居次结构出三本题 我们会教你四组万能的Recipe固定住之后的话 我们每篇文章都是一样的套路 30分钟就可以写出一个Task 2 写的又快又没有语法错误 好 如果你们对我们完整版本课程感兴趣的话 去微信公众号去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今天这些免费课程就讲完了啊 你们记得啊 想拿七分不可以犯哪一个语法错误啊 不要去少写单词 挺好啊 好 希望你可以以后在里面 尤其我们VIP的同学不要再出现这种错误了啊 明天我们讲语法多阳性 明天我们讲语法多阳性